大家好,我杨风,今天2月23号,大家新年好。 今天的内容,请您听到最后,因为我们会有一个重要的推理。 去年2020年10月,中国通过了出口管制法,这被视为可以限制稀土的出口。 这是一项可以反制美国贸易制裁,以及芯片制裁的有效武器。 并且,出口管制法,已经在去年12月1日正式生效。 还不仅仅是如此,1月15日,稀土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并且征求意见,已经在2月15日结束。 这两项武器叠加起来,将会形成,第一,中国反击美国制裁的核选项Nuclear Options。 第二,中国将能够有效地管理稀土的生产以及出口,不论是在环境保护上,以及保护本国的稀土战略资源。 这是武器,也是战略资源的保护。 那么今天,北京也终于拥有了反制美国的核选项,意义中大。 中国可以通过,第一,限制对美国稀土的出口。 或者是,第二,把美国一些军工企业,甚至于是半导体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中,限制对这些企业的出口。 和美国一样,实施制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也因此,2月19日,美国彭博社的新闻。 中国可能会出于安全的考虑,禁止稀土技术的出口。 这显示出,美国也开始紧张了。 彭博社的说法是,稀土技术的出口。 这表示,北京不仅可以限制稀土元素的出口,因为限制稀土出口,不算什么。 其他的国家也有稀土的生产。 比如说,最近新闻闹得非常厉害的缅甸,就有稀土的生产。 美国和澳大利亚也都有稀土。 但重点是,稀土提炼技术,这是中国的强项,绝活。 限制稀土,再限制稀土提炼技术,这就是核选项的威力。 既然美国能够不顾情面,也不顾国际贸易规则,对华为芯片禁运。 中国当然可以对美国稀土制裁。 自从2019年5月,美国对华为芯片禁运以来。 网络上对稀土禁运,就有许多的说法,大概可以分成两派。 第一种看法,呼吁北京尽快地对美国稀土禁运,这是主战派。 第二种看法,这是属于比较冷静,理智,甚至于工智的看法。 认为说,效用不大,也会造成反效果。 另一方面,美国虽然紧张,也在未雨绸缪,在做准备。 但是,看起来,美国并没有那么紧张。 否则的话,川普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地,一天到晚就制裁中国。 那么,哪一个说法才对呢? 杨风先这样说,稀土制裁,或者是管制,这是有用的。 但是要看方法,以及怎么运用。 我们先看一下,那些认为效用不大的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美国本身有稀土矿场,也有现货的存量。 美国可以从其他国家调货,从美国的盟国调货。 第二个说法,美国有备货,美国有战略储备。 尤其是现货的储备,也就是提炼之后的稀土元素储备。 美国有战略储备,这个说法应该是可靠的。 传说中,日本也有大量的备货,听说有20到30年的备货。 传说,我们就不理会了。 我们实事求是。 依照美国重视国防,重视军备的情形来看,稀土元素战略储备,肯定是有的。 只是,这是美国的机密,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备货只能够解蓝莓之急,不是长久之道。 中国还是可以对美国稀土制裁。 起码,中国必须要廉价地把稀土元素卖给美国。 网络上,一直有人督促北京政府,用稀土制裁来反击美国的芯片业者。 但是,有人反驳,认为这个说法是本末导致。 认为这是以产业链最低端的稀土,来挑战产业链最高端的芯片。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 但是,杨风相信,持有这种说法的人,可能不是经济学家。 可能也不怎么炒股票。 如果这些说法都对,那么北京也用不着再去废私粮。 去搞什么出口管制法,稀土管理条例了。 我们来看一看,差别在哪里。首先,我们来看过去北京失败的案例。 过去,美国,盟国,还有日本,把中国告上了WTO,世界贸易组织。 控诉中国实施稀土出口的管制,实施贸易壁垒。 2014年,WTO裁定的结果出来了,中国败诉。 中国为什么会败诉呢?中国是以环境保护为理由。 这个理由,很好啊,非常充分。 西方世界,不是最讲究环境保护的吗? 中国不想开采那么多的稀土,出口那么多,难道不可以吗? 败诉的结果,杨风简单地说,是因为仲裁小组认为, 除了环境保护之外,北京还有其大的动机在里头。 财定小组之所以这样的认定,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并没有在国内,一体实施限制开采,与限制销售的措施。 财定小组认为,中国是刻意地对外限制出口,具有政治目的。 第二,中国甚至于是鼓励国内稀土开采, 并且是刻意保护中国的制造商,能够优先使用稀土。 比如说,中国这几年,大力开发纯电动汽车的电池技术,稀土电池等。 最近这两年,中国的纯电动汽车的电池技术,已经是全球领先的地位,市场份额也非常高。 其实,北京只要换一个方式,换一个思维,就不至于败诉。 当时,北京的稀土出口管制,是以行政手段,行政命令的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WTO的仲裁小组,裁定中国,以环境保护的理由,并不充分的原因。 最显著的问题就是,中国并没有在国内实施议题限制开采,议题限制销售。 那么,如何突破WTO的裁定呢?还是要走法律路线,以法令来破解。 去年,美国川普政府想要用行政命令,来限制TikTok。 最后,在法律诉讼之下,川普政府败诉,这就是一个案例。 其实,北京可以立一个环境保护法,或者是扩充现有的法律,来规范稀土的开采,提炼,以及出口。 今天的出口管制法,稀土管理条例,就是法律路线的体现。 北京已经学乖了,也已经学会了,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第一,北京可以用法律的规范,来提高稀土开采的成本。 北京可以增加开采的规则。 稀土生产商,必须要符合这些开采的规则,才行。 包括了,环境的维护,工人健康的保护,工作安全的赔偿,提列若干年后的赔偿金等等。 北京还可以规定,稀土开采之后,厂商必须要尽可能地将地表回复原状。 不管是什么规范,总之,这样可以提高稀土开采的成本。 然后,通过严格的流程监控,产量也会降下来,一切都合乎法令。 但是,产量降下来之后,未必就会导致营收的减少。 因为一旦产量降下来之后,价格可能会提高,厂商最终不会损失,甚至于还有可能会赚得更多。 第二个方法,北京可以制定稀土开采,对当地环境的补偿金,给地方政府,以及附近居民的补偿金,或者是回馈金。 一个地区的稀土开采,就算是第一条的保护措施,再怎么完善,对当地环境,对当地的居民,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影响的。 那么,这些补偿金,或者是回馈金,就补偿给地方,补偿当地的居民。 还有一招,北京可以开放,让当地政府,针对各自的情形,自行设立一些规范。 不管是环境保护措施也好,或者是补偿金,回馈金也好,都可以开放给地方政府,来制定。 这样,就可以多回馈一些给地方政府。 比如说江西省,或者是内蒙古。这是第三个方法。 我们说,这是地方自治。 在这方面,北京可以开放,授权给地方政府。 这也都是合法的。 美国州政府也是这样。美国是联邦国家。 州政府在地方自治的范围内,有立法的权利。 刚刚说的,WTO认定中国没有一体实施限制开展,与限制销售。 中国开放地方政府,可以针对个别的情况,制定法令。 因地质疑。这样的话,是既合情又合理。 WTO也不能够再说什么。 再不行的话,还可以再加码。 加码稀土开采功能的工作安全保障。 在美国叫做Worker's Compensation。 反正明堂可以多得很。 今天我们就只提原则,还有概念。 至于细节,就先撇下。 所以,要用法律的方式。 行之于法律,出之于法律。 过去,西方世界总是批评中国,法律不够。 指责中国的公安保护措施不够。 那么,中国这时候,应该这样说了。 谢谢指教。 我们会尽力地完善环境保护措施。 工作安全,以及工人的健康,安全照顾等。 我们在这些保护措施方面,会达到西方的标准。 绝对会向西方看齐。 并且,还可以超过西方的标准。 我们用高标准来制定。 有些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当杨凤说谢谢指教。 这个故事的来源。 请参考2月6日的视频。 美国长期嘲笑中国信息战能力。 解放军这一次是大棒回击。 这里,还有一个施行原则。 不管是施行什么法令,推行什么规则规定。 所有的成本考量,都可以参考国外开采的成本。 包括了直接成本,还有间接成本。 这是必然的。 因为中国的价格,不能够比国外高。 中国应该要舍得花大钱。 多聘请一些具有国际法律经验的法律顾问,来应对国际问题。 那么,有关稀土提炼加工技术呢? 如果国外的厂商,把稀土运送到中国来,加工提炼。 那么,中国要不要做呢? 要不要接这个单子? 杨风的说法是,当然要做。 生意嘛,来者不拒。 中国要保持着一个公平贸易,还有贸易开放的原则。 所以,这些订单,中国还是要接的,钱照样要赚。 中国订定相关的环境保护法,是为了要保护国内的环境。 保护劳工的安全,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 而不是要违反公平贸易,违反自由贸易。 在这种做法之下,中国所减少的是自身稀土的产量。 这是为后代子孙着想。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中国减少了稀土的产量。 那么,国外肯定会增加产量,来弥补这个空缺。 杨风的说法是,就让他们增加产量,没有关系。 如果国外愿意增加开采,欢迎。 那么,他们就得要付上环境的成本,开采的成本。 牺牲他们的土地,牺牲开采工人健康的风险。 而不是牺牲中国的土地环境,牺牲中国工人的健康风险。 这两年,网络上一直有分析师警告说,如果中国限制稀土的出口,可能会适得其反。 因为国外也会增加稀土的开采。 加速对稀土元素的提炼技术。 中国最终可能会得不偿失。 需要理会这种看法吗? 这种看法也没错。 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其中的一个变数。 杨风认为,不用理会这些分析师的说法。 第一个理由是,在国外要开采稀土,没有那么容易。 尤其是一些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或者澳大利亚。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比较严厉的环境保护法。 并且,一旦他们决定要开采了,可能还会受到当地居民的抗议。 所以,不用理会。 第二个理由是,本来他们就应该自己开采的。 为什么要来利用中国,牺牲中国的环境,牺牲中国工人的健康,来供应他们廉价的稀土? 这没有道理。 大家公平。 如果你需要稀土,而自己的国家也有,那么就欢迎自己开采。 第三个理由是,中国也不是刻意的要断绝稀土的供应,只是为了环境保护,为了后代子孙的资源,减少产量而已。 所以,稀土制裁,限制稀土,不会没有用。 我们再举一个案例。 2017年,中国宣布,禁止进口废塑料,也就是俗称的洋垃圾。 为什么中国禁止进口呢? 很简单的原因,中国也开始将环境保护了。 同时,中国也有钱了。 干嘛还要像以前那样子,进口人家的垃圾,然后自己再加工处理。 现在我们来谈,北京限制稀土的真正杀招,是在哪里? 限制稀土有三个方式。 限制自身稀土的开采,限制稀土的出口,还有限制稀土提炼技术。 经过这三种限制的方式之后,全球稀土元素的价格,必然涨价。 但是,北京却不需要担心,稀土元素上涨,会影响到自己。 因为中国的稀土储量,是全球最多的。 同时,在提炼技术方面,也是最好的。 更不用说,同样的东西,在中国生产,会比其他国家来得便宜。 杨凤说的是,相对而言。 所以,限制稀土,除了环保,保留战略储备资源之外,还有享受价格上涨的好处。 另外,还有一个功效,这是一盘大棋,一盘很大的布局。 稀土元素价格上涨,可以刺激通货膨胀。 这才是真正的杀招。 就算美国能够找到替代来源,也不能够避免价格的上涨。 这是那些认为,限制稀土无效的人,没有体会到的。 全球稀土元素价格上涨,会不会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呢? 这不是百分之百的。 要看上涨的幅度。 许多的芯片电子产品,马达泳池等,都有用到稀土元素,应用的范围很广泛。 举一个例子,过去澳大利亚,多次调涨铁矿石的价格。 每年百分之几十的调涨,影响了全球钢铁价格的上涨,以及房地产,办公大楼的上涨。 进而传导到物价。 中国也可以施法澳大利亚,利用法律的手段来调控,推升稀土价格上涨。 尤其是这几年,全世界都在印钞票,许多国家都在搞量化宽松。 迟早,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是会来临的。 这几个月,美国也看到了通货膨胀纯动的迹象。 通货膨胀率,正在上升。 同时,美国国库债券的殖利率,也在上升。 国债的价格,在下降。 美国20年期,或者是以上的国库债券ETF,TOT,已经从半年前,2020年8月的高峰,171块,下跌到现在的141块,下降了30元。 虽然说,这样的价位,还是很高。 但是,已经看到了,利率上涨,通货膨胀的迹象。 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通货膨胀来了,全球,哪一个国家会非常害怕通货膨胀的倒零?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通货膨胀来了,美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美国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印了太多的钞票,搞了太多次的量化宽松。 光是在去年2020年3月的时候,美国联储会就宣布,无限制的量化宽松。 那么,一旦通货膨胀倒零美国,第一,这会迫使美国的国债利息,上涨。 国债利率上涨,会增加美国的财政负担,利息支出会大幅增加。 现在,美国的国债,已经将近28万亿美元。 一个简单的算法,如果美国国库债券殖利率,平均每上涨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利息支出2800亿美元。 这对美国政府来说,会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 同时,通货膨胀来临,会影响美国的股市表现。 股市最怕的,就是通货膨胀。 美国道琼指数,从1995年的5000点,涨到现在的31000点。 25年的时间,涨了6倍。 低通膨,是一大功成。 我们以后再来讲,为什么会有25年长世纪的低通膨。 通货膨胀来临,美国股市下跌,这影响可大了。 美国人许多的财富,是在股市上的。 许多人的退休金,也在里头。 股市一旦下跌,会影响许多美国人的生活,影响美国的经济。 那么通货膨胀,会不会影响中国呢?当然也会受影响。 但是一方面,中国本身是稀土元素的生产国,加工提炼技术提供的国家。 就单从稀土价格上涨这个变数来看,中国所受到的影响比较小。 并且上涨的好处,大部分是留在中国国内。 不要忘记,我们所谈论的影响,是从相对比较而言。 美国政府的债务这么高,民间的债务比例也是很高,储蓄率低。 所以美国会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大。 而欧洲国家也是。 中国虽然也会受到影响,但是相对来说,会是在比较可控的范围,可控的程度之内。 何况,北京也不会让稀土元素的价格,上涨到不可调控的地步,会在相对有利的程度上。 我们做一个总结。 在出口管制法,加上稀土管理条例,让北京有了可以掌控稀土的开采,以及稀土价格的可能性。 在北京掌控了定价权之后,就能够对美国产生威慑力,从而形成了北京反制美国的核选项武器。 至于北京会不会对美国实施稀土制裁?那就要看拜登的表现了。 如果拜登政府持续对北京施加压力,制裁北京。 那么,北京对美国反击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无论如何,北京在稀土的管制上,一定会进行。 这是基于杨丰峰刚刚说的两个原因。 环保,以及保护战略资源。 全球稀土价格上涨,势在必行。 事实上,这几个月来,稀土价格正在上涨。 尤其是从去年11月以来。 这表示,北京已经开始下这一盘大棋了。 杨丰要说,有些时候不是北京没有去做。 只是因为一些因素要考虑,或者说还没有准备好。 这一方面,杨丰以后会再多举一些例子。 中美大国博弈,是全方位的。 稀土元素价格,只是通膨的一个变数。 而中美,另外一个博弈的场所,正好是通货膨胀。 这是中美经济较量的延伸。 请继续收看风雨天下,杨丰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期再会。